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北京的馬拉蟲 在今日就開幕了,有網友發了影片給我,現場的情況 和大家看一看馬拉蟲現在開幕開成怎樣 因為都是一個好大型活動來的,我們去片先 看到了,現在跑步時是有人沒有戴口罩的 但是起跑時是必須要戴的,看到了 起跑時每個人都有戴的,但開跑後就可以不戴了 開幕時也是有很多人聚集了 看見都人頭湧湧的,我們看看新聞報道怎麼說 根據新聞報道,中國今日新增4,420例本土病例 防疫鬆綁期待落空,廣州疫情也是3年以來最嚴峻 今日北京馬拉蟲有2萬人一起跑步 而在之前就有不少人當了它是一個恢復正常生活的希望 而其實以昨日來說,新增病例是以廣東最多的 1582例,內蒙古692例,廣東廣州市新增病例是1325例 而海珠區亦都是5-7號全面強化社會面的防措施 就會在這3日之內嚴格限制人員流動 而講返北京那邊,根據報道,2022年的北京馬拉蟲 還有健康堡陸馬和核酸之後才可以入場 北京馬拉蟲在網路上正反意見都幾極端 有網友表示,超市商店不能開門,小區封閉不能開門 健康堡彈槍不能入北京,但是聚集跑步一點問題都沒有 深刻領會到什麼叫,指許周官放火,百姓不能點燈 亦都有好多網友表示,這一趟大型活動 2020和2021年都停辦的,現在恢復舉辦 他說,起跑的不止是馬拉蟲,有機會是正常的生活 亦都會開始起跑了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吧,你認為馬拉蟲是一個向好的消息 還是跑完之後一切照舊? 下面留個言,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